黑韓現在針對三個方向 一個就是期待高雄能夠翻轉的 高雄市民 再來就是針對挺韓的韓家軍 然後再來是什麼 就是有一些過去 好像還滿支持韓國瑜 甚至比較會監督政府的 這些媒體 現在都開始轉向 首先就是在高雄市民這方面 所以為了要破壞高雄市民 對韓國瑜的印象 現在泛綠的這一些高雄市議員 找出一些光怪陸離 奇奇怪怪的東西來 像今天 居然有人連酒測器都拿出來 我們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市長請問你酒量好嗎 請你回答我 你覺得你酒量好不好 你覺得你酒量好嗎 這個問題要回答 當然要回答 我年輕人說酒量不錯 現在呢 現在酒量稍微弱了一點 弱了一點 好 連續有三個問題 你可以站著沒關係 來 第二個 高粱酒配大蒜和Gintony 真的是你的最愛嗎 請你回答 這兩個是你的最愛嗎 高粱酒配大蒜 對 呃 外嘴雞不挑米 什麼酒都喜歡 什麼酒都喜歡 好請坐 果然是一顆漢子來 市長 你真如外界所傳言 幾乎天天都會飲酒嗎 外界傳言我先求證一下 市長請你回答 謝謝黃文藝議員 喝酒是氣憤 氣憤 假設沒有一群聊得開的朋友 這個酒喝起來很乏味 乏味 而且平常一個人也不喝 所以為了讓你要保重身體 我今天呢 帶了一份禮物給你 這是一個酒測器 而且 我很貼心喔 我還幫你做一個鏈子 剛剛你不覺得 這跟高粱市政到底有什麼關係啊 沒關係 這個市議員 他目的就是要第一個 造成大家認為說 韓國瑜每天都在喝酒 然後每天都在喝酒幹什麼 就鬼混 市政什麼都不幹 他是希望能夠創造 這樣的一個印象 可是問題是 你們自己 民進黨黨團的總召 是怎麼說的呢 我們來看一看 我請教你一個問題 我告訴你 我今天心情的好 我問你 現在高粱市政府 韓國瑜市長 帶的執政團隊 你打幾分來 我要來這陣 你打給我 議長這陣 政黨議員 放開 伊利 讓我們客觀 現在韓國 韓國瑜市長的團隊 你分手可以打多少 正啊 讓我們市長一句話 分手可以打 市長也是都這樣說 但是我要在這裡 很成功跟縣市長說 過去縣市長跟縣市長的態度 有一點點 跟縣市長的態度 我們現在表現出來有比較軟 那麼 在這個跟議員的接觸裡面 有改變很多態度 議員 電話卡局長 馬上回應 問題要改革 庫長馬上叫來回家 包括我思考在跟 五庫長 有關一些農業 農業三變的 湯特 開始自我全業以外 台東也很優先 我想這是一個 富貴和海的開始嘛 我也是說未來 大家這裡局處長跟議員 共同打招 高雄哪好 台灣就好了 市長如果心情輕鬆 我們議長就輕鬆啦 議會比較沒有火油味啦 大家政黨合作 聽見一下 把高雄今天都打給他 你們看議長這樣好不好 高雄市 聯名信仰你很放心 這就是這個局處長的態度 和你的表現 高雄市聯名這個八成的真心 這就是我懷疑 今天心情好 你知道嗎 你看到沒有 連民進黨治理的總召 他都不得不承認 韓國瑜上台之後 市府的這一些官員 包括局處長 科長的態度 都變了 你們還要用這種方式 去抹黑韓國瑜嗎 再來今天又發生 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就是我們的議員簡煥忠 簡煥忠他說 他講到聲淚俱下 他說有韓粉恐嚇他 然後還說威脅要去 去幫他們接小孩 而且威脅不只一位議員 當然有人這樣威脅我們的小孩 我們當然是覺得 非常非常生氣 絕對不容許這樣的事情發生 可是他接下來講話很奇怪 他說你恐嚇我們就算了 還恐嚇我們的小孩 韓粉如魔戒 讓人喪心病狂 你製造的韓粉是 台灣民主安全問題 我想請教一下簡煥忠議員 你抓到這個人了 他好像沒有說抓到 奇怪 你怎麼知道一定是韓粉幹的 家人甚至要對韓濱不禮貌 那個人是不是綠粉 是嗎 我們不知道 不知道 對 但是我可以學 簡煥忠議員這樣講說 你們製造的綠粉 是台灣民主的安全問題嗎 我可以這樣講嗎 所以我覺得簡煥忠議員 我們都可以體諒 你希望保護自己家人的心 但是不要隨便給人扣帽子栽贓 實際上還有很多 網路上很多人講說 韓國瑜必要不打 根本不回答這個問題 韓國瑜明明就有回答 簡煥忠議員 我知道你心裡感受一定非常的 非常的悲憤 其實我也被恐嚇 我也一樣被一些網路上的霸凌 那我覺得我建議 所有網路上的這些一定要理性 我也建議議員覺得有不好的感覺 安全威脅的直接報案 那這裡面真真假假 已經很多都分辨不出來 其實綠營老是喜歡用這一招 過去老是抹人家賣台賣台賣台 然後看人家被抹得不敢講話 就達成他的目的 你沒有任何證據講的話 不就是一種抹黑嗎 那問題來了 現在連某一些媒體態度 好像也跟得轉向了 比如說最近有一段影片 非常好 這41秒的影片在網路上 在很多媒體上不斷的重播 目的要幹什麼 就是說韓國瑜不斷的跳針 他好像不懂置金區 不懂自貿區 不懂這些所有的區 大家隨便提出一個證件來 可是問題來了 這是整段質詢的真正的影片 其實不是 這段影片其實總共是12分鐘的 韓國瑜其實根本就有 直接回答他的問題 我們來看韓國瑜到底怎麼說 市長你推動自貿區 那請問你現在有任何的 進度跟準備嗎 可不可以請市長現在回答 跟會員報告很快縮帖就會到你手上 好不好 這兩天就會 這兩天嗎 所以現在已經有準備東西了 我們不光這個 還有整個大雞場 還有整個自貿區 我們會把我們的需求想法 不是用嘴巴講 應該形成文字 就像剛才邱議員所質詢的 會給議會做個參考 謝謝 你講自貿區本身是一個 很複雜的東西 所以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講完的 韓國瑜也說我會準備縮帖給你 然後讓你們能夠仔細參考 結果這個議員 根本就不想看那個索帖 老實講我個人認為 那個議員根本連 自貿區到底是什麼 其實他也不是很懂 他的目的只是要去酸韓國瑜 只是想要把它剪輯成影片 去糗韓國瑜而已 這就是高雄市泛律議員的 質詢水平嗎 劉蓋森 從現在看來 這幾十份的民調出來的結果 韓國瑜還是遙遙領先 蔡英文 賴清德跟柯P 可是民進黨這幾個月 猛打他賣台 怎麼越打 反而民調是越高 現在這個時候 民進黨開始改變蔡英文戰略了 議員就問說 你要不要辭市長來選總統 要不然就送他酒測器 來黑韓把他當飯吃一般 可是黑韓國瑜無心事政 蔡英文現在這個時候 都來補上一刀 你知道 我們當時就有科目說 如果是現在標題要選總統 現在是議會定義台會的時間 定義台會頭部有七十年 你如果這樣下去 韓國瑜在那裡一定會面臨這些怪獸 但是當時他們沒有這樣用 他們想說那還沒遇 可能先來打韓國瑜 疊韓國瑜出賣台灣 這次他們就是準備用 只要你負責大陸接觸的 你就是出賣台灣 他們就是說負責美國結合 就是在保護台灣 你看這個我們已經在11月2時選了 到劉文家來做秘書 我們一陣就把它斷好了 他離空離空就是要打這個租款 保護台灣到出賣台灣的戰爭 對 所以韓國瑜去到大陸 你看光說去中聯辦這樣 就整個含我來討論了 就是要跟你說給你負責大陸 你就是感冰的 我們現時去賣魚賣水購 他也說你去賣台灣 所以這是原本他的手法 但是跟美國現在要來打你出賣台灣 這次應該是離空離空 一月11月要選去 應該是11月才來打 會出交 你像說韓國瑜 還有一堆人要推他出來選總統 當時開始講 我說的時候越講越紅了 本來韓國 你要看 他所有選總統要參選的民調 不超過40% 超多到37、8%那樣 這樣讓他們說一下 總要變42%、43% 萬一多、17多 跳到45% 要超50%就存出來 快敗數了 50%他們就不平了 所以這個時候要怎樣 再換一堆螢幕 再開一堆新的螢幕起來 開始說你要落袍 所以為什麼我說他五點生命 那叫做沒有落袍的生命 我也是以高雄市場為準 現在開始就說 你看你要落袍 來 他們的工夫事有夠好 你知道嗎 我跟他們說 所有支持韓國瑜的人 你心頭要抓得定 現在你看 叫議員來這時候 又上一個九測器 對 就是要Q化你的形象 所以韓市長他現在是 面對這個 本來這沒什麼 對手就是 無所不用機局 什麼工夫就能幫你 什麼教授就能幫你 甚至說你現在跟媒體 在補 我們媒體在補 現在說 這台 今天給你發一百萬 問大家兩天給你發就好 發到看你們的警察 看這台電視台的警察 你問又聽又聽 我又給你發 不然我幫你提醒 你為什麼要犯罩 還有人這樣 有那個政府用強迫 所以他就是怕韓國瑜一直 維持在這個高動 維持在高動 他們現在輸的人越輸越多 你包括蔡英文 他越輸越多 他以前要下生 他把下生的幹掉有什麼 幹掉他也是輸 輸韓國瑜一邊 一塊很大塊 所以做生 柯P現在又嵌嵌浴動 現在如果這樣 揣英文打不起來 韓國瑜伯在這裡 所以變成柯P他就算說 他有機會 所以他還要學會 台北市那時候選舉 搖溫地氣爆 氣爆搖溫地 氣爆搖溫地 氣爆柯P 這樣就好 二雄二雄年 柯P他也要出一招 所以整個連環境 你看 這變成連環境 中央一個命令下去 現在高雄市議會 民進黨的東團開始 淡地中也開始這順 大家都這順 這順到沒有 什麼外交就可以 幫你送酒測器 無所謂 大家都表演 表演到沒有就是 出來就是要幫你 我們這台還要把他整個電視 韓國瑜說什麼 有的說什麼 議員說什麼 做給你們看 看有利不利 白台不是 把你加 那幾廟 把那幾廟你看 市長都沒有尊重議員 市長怎樣 用這樣把你合作 劉曲 先把你抹黑 抹紅 這樣搞不好 他看你的 他會看我現在 譬如說 兩禮拜後 他再做一個民調 這樣有效 這順有效 他這順就繼續贏了 是 如果沒效 他跟他又維持在這裡 甚至還要到五十 這樣他沒效 他們又改一條新交出來 所以這九將會的 他們 不停 會繼續 菜會繼續出 你不用擔心 絕對不停 會繼續出